先会爱自己,再去爱别人,欢迎收听阅读查方。 阿爹出病的这一日,家里十分热闹,平日里相熟的不相熟的,全都来了。 隔壁的王婶子磕着瓜子唏嘘,你说你们家,哎,也是处了眉婶。 怎么孩儿,他爹好好的就被牛车给押没命了,留下你们孤儿寡母。 阿娘一身素衣跪在棺木旁,神情慕然,眼神空洞。 为阿爹料理后事的这几天,阿娘的泪已经流干了。 对了,这宫里来买人口的人牙子可还在村口的驿站歇脚呢。 你若是起了活泛心思,可要抓紧了,毕竟你们家这俩孩子往婶子一边磕瓜子,一边不住地往我身上打量。 这事儿我是听人说过的。 近几日,村里已经有不少人家将女儿卖进了宫。 说是伺候宫中的贵人娘娘,是过享福的日子,可隔壁家的小花姐姐告诉我,并不是这样的。 我们这样身份低微的孩子,连贵人娘娘的衣角都够不着。 买我们去,是做脏活重活的。 说错话做错事,那都是要挨打的。 尤其是像我这样有劳病的,怕是连性命也保不住。 想到这儿,我缩在阿娘身边,生生地打了个寒颤。 婶子别说了,我这两个孩子,一个都不卖。 阿娘冷冷开口,又往探盆里添了两个金元宝。 兰儿,你去外面报些探来,我如蒙大赦,快步走了出去。 走到没人的角落,迎着冷风,终于咳嗽出声。 凛冽的风钻入肺中,清凉中又细细密密地泛着痛。 几乎五脏六腑都在颤动。 正咳得痛快时,有人从前院冲了进来。 张大嫂子,快去看看呢,你家松儿在村口要卖身呢,哥哥。 江户一样的脑子里,似乎有烟花炸开。 我转过头,瞧见一身搞素的阿娘夺门而出。 我跟着他们身后磕磕绊绊到村口时, 正巧碰到刚卖了女儿回来的李大娘。 她一边吐着唾沫星子数银子,一边斜眼你我阿娘。 我说,张家妹子,平日里瞧着你多爱两个孩子, 如今倒是下了狠心,竟将儿子卖进了宫。 嘖嘖嘖,阿娘危政,似乎是愣住了一般。 不会的,阿娘是世上最好的阿娘。 从前阿爹在时,有好吃的阿娘从来都是偷偷留给我们。 即便是阿爹不在了,阿娘再难过, 也从未忘记给喝药的我准备蜜饯, 给寒窗苦毒的阿兄做上一碗糖水。 阿娘说,阿爹不在了, 从今往后就是我们三个人相依为命了。 这样的阿娘,怎么会去卖掉阿兄? 我实在是难以置信, 可以转头,天巧就瞧见阿兄站在村口那棵槐树下。 阿娘精心为她缝制的粗布衣裳, 不知哪里去了, 她穿了一身月白色的袍子。 我瞧不出是什么料子, 却也知道是好的。 阿兄走上前, 娘, 我, 后面的话还未说出口, 她就被阿娘一巴掌打偏了头。 孽子, 我昨日对你说的话都白说了吗? 阿娘, 阿兄低贺一声, 摊开手掌, 是一定银子。 阿娘, 阿爹的丧事要赢钱, 如今家中的情况我是知晓的。 就算我不上学堂, 你也养不活我们兄妹俩。 他们说, 我生得好, 卖身钱也多给了一两。 宫中安逸富贵, 我若是进宫, 也能过得好些。 家中如此光景, 阿娘就当是放我个活路吧。 我知道这阿扎事有辱家门, 您日后改嫁也好, 守寡也好, 只当没我这个儿子, 一番话说完, 他转头上了出村的马车。 阿兄, 我上前追赶了两步, 又被阿娘拦住。 那马车渐行渐远, 终究是消失在了村口。 我扭过头瞧见阿娘面无表情的脸, 和她手中紧紧攥着的银子。 阿兄当真不要我们了吗? 村里人议论纷纷, 这张家的娘们怕是脑子坏了, 县城的丫头不去卖, 反倒把继承香火的儿子送进宫, 可不是吗? 张家大郎怕是到了奈何桥边, 都走得不安心诺, 从这天起, 我多了个太监哥哥。 我不知道什么是太监, 可多的是喜欢桥热闹的人, 愿意告诉我。 隔壁的王婶子说, 太监就是宫里伺候人的奴才, 村口的李大娘说, 太监, 太监就跟你家鸡眷里善过的公鸡一样, 徒有其表而已, 说到最后, 他眼嘴大笑起来。 我一头雾水地回家, 对着鸡眷瞧了半天, 也没瞧出个所以然。 隔壁的小花姐姐听见了他们捉弄人的话, 来安慰我。 兰儿, 太监也是人, 跟咱们没什么分别。 你阿兄进宫虽是伺候人的, 可伺候的那也是贵人, 咱村里那些碎嘴子是八辈子都挨不着这样的贵人。 我想了想, 觉得有道理。 毕竟在村里, 没有比我阿兄生得更齐整的儿郎, 阿兄功课也好, 连学堂李鼎有学问的夫子都对他称赞不已。 他们都说, 我阿兄日后是要走科举路的。 这样的阿兄, 又怎么会是鸡眷里无精打采的公鸡? 即便是, 那也是最神气的。 于是, 在十岁前, 我都秉承着这样的心思。 即使旁人在诋毁我阿兄, 我依旧觉得他是顶好的儿郎。 我也学会了大声反驳他们, 太监又怎么样? 我阿兄就算是做了太监, 也是最威风的太监, 他们一边嘲讽我, 一边又觉得有些道理。 毕竟朝中有头脸的宦官, 甚至过得比一些低品阶的官老爷还体面, 那是他们不敢触及的阶级。 于是, 村里人对我和阿娘的态度, 到底是和顺了些? 直到十四岁那年, 邻村有人告老还乡, 听闻也是宫中的太监, 如今年最大了, 得了上面的恩典, 这才出宫归家。 他离家三十载, 父母亲人都已经不在了, 唯一还有那么一丝血缘的侄子, 在他归家那一日便哄骗了他所有的钱财, 将他赶到河边的小屋, 自生自灭。 听闻死的时候, 连宋中的人都没有, 又因着尸身不全, 连祖坟都没能进。 村里人的八卦传得比烧山的野火还快, 他们一边唏嘘, 嘖嘖, 到底是别人的儿子靠不住, 死了连个善终都没有, 又一边感慨, 善终。 太监那都是善过的玩意儿, 怕是连全尸都没有。 真是可怜哪, 那人返乡那一日阵仗极大, 我也偷偷去瞧过热闹。 其实生的与寻常男子也没什么分别, 无非就是娇柔了些, 可他死后我却十分后怕, 难道我阿兄的结局也是如此吗? 经此一事, 村里人愈发鄙夷我和阿娘。 我去村边打水, 村里怀孕的小媳妇阴阳怪气, 也不知道跟某些人喝同样的水。 会不会生出个自断香火的儿子, 我把水桶砸到他脚边, 那你还是别喝了, 回去让你相公去祖坟里决一决, 把那些儿孙满堂的仙人骨灰扒拉出来, 给你做个十全大补汤, 想必有用, 他颤抖着手指了我半天, 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 最后只气急败坏地丢下一句 在他看来最恶毒的诅咒。 你这样泼辣的姑娘家, 看日后有哪个男人敢要你, 我无所谓的耸耸肩, 提着筒回家了。 我根本就不在乎, 因为我阿爹还在世的时候, 就已经给我订了一门娃娃亲。 那是村东头谢家的儿郎谢文轩, 他是个读书人, 三月前刚中了秀才。 我和谢家儿郎的婚期定在明年春天, 这似乎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 前日阿娘还拿着鸡毛胆子训斥我, 让我嫁过去之后一定要贤良淑德, 方才对得起谢家带我们的好。 其实,谢家带我们也没多好, 无非就是没有落井下石罢了。 但我没想到, 竟让那小媳妇一语成衬了。 第二日清晨, 谢家的人就来了。 谢文轩, 他爹坐在堂屋里, 一口接一口地饮茶, 半晒后才吐出嘴里的茶叶, 大妹子, 你这茶有些色口啊, 阿娘在一旁讨好地笑, 家里待客的茶喝完了, 还没来得及去买呢, 我们平日里都是喝白水的, 家里唯一的茶就是用来待客的。 可阿娘还是为了维护 自己那仅剩不多的自尊, 撒谎了。 谢文轩他爹笑笑, 从怀里拿出什么 放在那张瘸腿的桌子上。 我也不扯什么旁的了, 今日我来, 是给我儿退亲的。 我这才看清楚 那是一张耕帖, 有些年头了, 红纸都开始泛白。 阿娘的笑将在了脸上, 却还是强撑着开口, 这亲事可是 玩他爹在时就定下的, 如今毁亲, 不说这些, 他摆摆手, 先前定下这亲事的时候, 我也是笃定了 要让我们家文宣娶你们家小兰儿的。 即便是兰儿, 他爹过世了, 松儿又卖了身, 我们也未曾想过悔亲, 可如今, 不同了。 你也知道, 我们家文宣前不久中了秀才, 日后那是举人大相公的命述。 太监这种阿渣身份是尚不得抬面的, 可他若是有个在宫中当太监的大舅哥, 那可就, 他话没有说满, 留了三分, 我们却都明白了其中的意思, 无非就是闲丢脸。 方才一直陪笑的阿娘, 在此刻终于变了脸色。 他长须一口气, 满脸悲淒和愤愤, 我家松儿, 那是为了家中生计才卖身入宫的, 他不比任何人低贱。 即使是太监, 那也是我儿子, 自从阿兄进宫之后, 阿娘做什么都是淡淡的, 不卑不喜。 如今瞧着他这副模样, 我也心酸不已, 冲上前去, 就将那耿铁撕了个稀碎, 退亲就退亲。 当谁稀罕嫁到你们谢家, 我发了疯的嘶吼, 村里人都挤在门口瞧热闹。 谢文轩他爹闲丢人, 瞬间就恼怒了, 指着我鼻子骂。 泼辣野蛮, 没了我们谢家, 看谁敢要你, 你阿娘卖了你哥哥一次, 就会卖你第二次。 有个阿渣的太监阿兄在上头, 便是将你卖入勾兰瓦舍, 那也是要折价的。 你就等着被卖到最低等的窑子吧。 呸, 我抄起扫帚, 就要向他脸上招呼, 却被一只西白如玉的手拦住。 谁给你的胆子, 敢羞辱我妹妹? 我转过头, 差点被面前的人谎花了眼睛。 他一身淡青色的衣袍, 漠黑的发被玉带高高竖起, 唯有那张疯姿出众的脸, 让我无比熟悉。 是阿兄? 我无比惊喜, 阿娘也颤抖着嘴唇说不出话。 谢文轩他爹也愣住了, 只善善道, 是我方才有些过了, 你娘个父到人家本, 就做不得主。 今天既然你回来了, 那便将我儿与兰儿的婚事 好好说道说道。 阿兄淡淡一笑, 谢家阿叔是打定主意要退亲, 谢文轩他爹探头探脑地 伸出头张望, 瞧见门口已然围满了 看热闹的村里人。 目光又落到阿兄华贵的衣室上, 顿时为难起来。 松儿啊, 也不是阿叔我存心要悔亲, 只是我儿日后是要科考的呀。 你看, 我只问阿叔一句, 是否要退亲, 阿兄的话置地有声, 带着某种不容质疑的坚定。 谢文轩他爹终于点点头, 是, 福来。 一个面容清秀的小厮走了进来, 公子, 拿五两银子给这位阿叔, 阿兄逆着光, 与节低垂笑的人畜无害, 从前定亲之时, 我们家是收了你三两银子的定理的, 如今退亲, 便将这定理还给你们谢家。 只是, 日后若再有人拿婚嫁, 或是我的事来, 欺辱我妹妹和娘亲, 就休怪我不客气了, 一席话说完, 所有人鸦雀无声, 毕竟, 他们方才都瞧见了, 那白花花的银子底下, 住了个大大的镜子, 如今, 我阿兄竟然是在静安王府当差, 一个庄稼汉的儿子, 竟还能有这般造化。 谢文轩他爹拿着银子愁愁不前, 多多少少生出些悔意, 而外面看热闹的村里人, 目光中除了探究, 也生了些敬畏, 而我不经意间也挺起了胸膛, 看见没, 我就说我阿兄是顶好的儿郎。 当天晚上, 阿兄留宿在了家里, 阿娘做了桌架, 尝小菜, 我们三人围坐一桌的时候, 多少有些古怪。 明明阿兄从前在家的时候, 也是这般光景, 如今我却觉得有些格格不入。 那双骨结分明的手, 握着的, 何该是白玉筷子才是, 怎么能是竹筷呢? 可阿兄不觉得有什么, 自顾自地吃起来。 我凑过去, 阿兄, 你如今是在王府当差吗? 他清浅地笑, 是啊。 王府气派吗? 巍峨磅礴, 很是气派, 王爷生得俊美吗? 然而, 阿兄还未来得及回答, 阿娘就急急地打断了我。 我缩缩脖子, 安纯似的拿起碗, 开始扒饭。 平日上街赶场的时候, 我是听过说书先生 讲过许多话本子的。 故事里的王公贵族 无意不是俊美非常, 如今好不容易挨了个边, 我只是有些好奇罢了。 其实, 我还有许多话想问, 比如, 王爷脾气好吗? 阿兄在王府 是不是日日都有肉吃? 如今在府中 做些什么差事? 是否会受贵人刁难? 诸如此类? 可被阿娘一刹, 我就怎么也说不出口了。 晚饭时, 阿娘做的汤十分爽口, 我便多喝了两碗。 夜里起身时, 迷迷糊糊 瞧见堂屋 暗暗点着两只蜡烛。 我听见阿娘 刻意压低的声音, 松儿, 你如今在王府可还好, 王爷为人宽厚, 待我是极好的。 阿娘不必担心, 昏黄的烛光下, 阿娘侧着脸重重地叹了口气, 那便好。 只是你如今, 你爹若是泉下有之, 定会怪我妇人短事, 毁了你大半辈子, 地上阿兄的投影像是林间挺拔的翠竹, 他轻声宽慰, 阿娘何故要怪自己? 当初卖身本就是我自己的主意, 怪不了任何人。 那时家中光景不好, 兰儿又有劳病。 若没个镜像, 全家人都要饿死了。 如若卖掉的是兰儿, 我只怕会日夜悬心。 也是我运气好, 当初未曾入宫, 而是被选进了王府。 如今我虽是惨败之身, 可却是王爷的幕下之宾, 已经很好了, 一阵夜风突起, 吹得烛火摇曳。 我站在里屋, 半赏回不过神。 当初阿兄卖身进宫时, 我只琢磨着 是阿兄不愿过这贫苦日子, 或者阿娘养不活, 我们才会这样。 我从未想过, 竟然是因为我。 细细想来, 阿兄卖身的那些银钱, 都在无数个寒夜, 变成了苦药, 一碗一碗浸透进我的肺腑。 阿兄净身失血虚弱的时候, 我却一日一日地康贱起来, 我是在吸食他的骨血呀。 原来, 毁掉阿兄后半生的那个人, 是我。 阿兄第二日一早便走了, 他前脚刚走, 后脚村里人便一波一波地上门了, 都是来登门致歉的。 无非就是从前自己如何如何不对, 只盼望阿娘能援幼, 可都被阿娘拿棍子打了出去。 滚滚滚, 从前讥讽我们娘俩的时候, 怎么不想着还有如今呢? 线下瞧着我们家松儿有出息了, 就来巴结。 我告诉你们, 晚了, 阿娘向来古井无波的脸上, 头一次带了些泼辣, 他们一边往外走, 嘴里一边嘟囔着, 不过是个太监, 得一些什么? 再怎么出息还不是个奴才, 阿娘没听见, 可站在门边的我, 却是听得真真的。 阿兄是被迈进王府的, 如今仍是奴籍, 就算是在受王爷赏识, 那也只是个奴才, 是没有出路的。 想起邻村那个太监的下场, 我生生地打了个寒战, 不行, 我一定要为阿兄赎身。 有了这个想法, 我便暗自开始盘算起来。 阿爹去世得早, 我虽识的几个字, 却也做不了文章。 小花姐在城中卖炊饼, 一日也能挣五十个铜板。 可这个活计是需要本钱的, 况且做吃十生意需要手艺, 我也做不来。 思来想去, 我把目光投向了窗边的草团子上。 有了, 我可以卖些玩意儿啊。 既不需要本钱, 又是我擅长的, 虽不值几个钱, 可日积月累, 倒也能给我积攒些做别的生意的本钱。 说干就干。 第二天, 我背着贝楼就进城了。 我在最热闹的地方支了个摊子, 把贝楼里的东西一字排开。 青蛙, 兔子, 螃蟹等等, 无一例外, 都是用草扎的。 我手艺好, 这些东西虽不值钱, 却盛在精巧。 不一会儿, 就已经被人买走了好几个。 对面是个斗锅锅的斗场, 围了满满一圈人, 一个白山少年神情击铠。 要他, 要他, 笼子里的锅锅却不听他使唤, 懒懒地不动弹。 直到被对面的锅锅咬断了身子, 一命呜呼, 那少年泄气地扔下一钉银子, 站在原地懊恼。 我终究是没忍住, 小声嘟囔了句, 真蠢, 他闻声看向我, 眼底一出一丝不满。 完了, 闯祸了。 我麻溜地收摊, 准备开溜。 你方才说什么, 他身臂拦住我, 莫一样黑的眼睛里, 阴晕着些许怒气。 我没说什么呀, 郎君是不是听错了? 我仰着头装傻, 抿嘴笑时嘴边是一对极小的悬。 趁着他谎神的瞬间, 我背着被篓就开溜了。 回到家里, 我把挣来的银钱放到桌上。 阿娘问我, 这些都是你挣的, 我点点头, 其实也不算多, 三十个铜板而已。 阿娘却罕见地点点头, 测过身时, 我瞧见他微微勾起的唇角。 也好, 咱们便是被退了亲, 也能养活自己, 阿娘这也算是夸我了吧。 我心中雀跃, 第二日进城, 便不再遮遮掩掩。 为了避免生出祸端, 我将摊子支得远了些, 不再挨着锅锅豆场。 临近晌午的时候, 已经卖出去不少。 我正竖着铜板, 喜滋滋地盘算着 要去买糖饼吃时, 头顶投下了一片阴影。 枝兰玉树的少年环壁 俯视着我, 笑得见牙不见眼。 小娘子, 我昨日打听过了, 你是乡下来的, 是不是? 你草锅锅都扎得这般逼真, 定然是知道怎么都锅锅的, 你教教我好不好, 他怎么又来了? 我心中不喜, 却也知道他是我得罪不起的, 所以并未表露出半分。 只善笑, 我是真的不会, 郎君寻错人了, 他伸出手比了个一, 你教我都锅锅, 我给你一两银子, 跟这种富贵人家的公子哥扯上关系, 我怕是有命正没命话, 我摇摇头拒绝, 二两, 我摇头, 五两, 我眼睛亮了, 想想, 又觉得还有上升的空间, 于是又摇摇头, 怎料他一脸遗憾地收起钱袋, 竟瞧不出小娘子, 竟是富贵不能银之人, 罢了, 不为难你了, 然后转身走了, 留下我一个人在原地, 你倒是提价呀, 大哥, 到手的银子, 飞了, 我十分懊恼, 阿兄自从那次走了之后, 已经有半月未曾归家了, 阿娘虽然面上不显, 我却知道他其实惦念得很, 于是我打听了一番, 终于磕磕绊绊地寻到了王府, 我想好了, 王府我是进去不得的, 若是在门口候上一日, 指不定就有机会见找阿兄, 可当我到王府门口时, 却又愁愁着不敢靠近, 的确像阿兄说的一般气势磅礴, 威然毅力, 连门口驻守的侍卫都散发着生人物尽的气息, 我只敢远远地蹲在不远处的槐树下, 瞪着眼睛盯着来往的行人, 静安王府的确是门庭弱势, 可来往的都是些贵人, 均是车马往来, 我守了大半日, 连阿兄的影子都没瞧见, 正犯困时, 发觉有人凑到了我身边, 少年顺着我目光的方向看向王府大门, 玩味地看着我, 找人啊, 又是他, 这人怎么这么阴魂不散, 我本就被日头晒得有些不耐, 侧过头不想搭理他, 却听见他朗声道, 若是找人, 我可以帮你, 我眼睛一亮, 瞧见他通身不凡的打扮, 连腰带上都坠着快通透的玉, 再加上这点锒铛的气质, 一看就是哪家的顽固子弟, 让他帮忙, 说不定还真行得通, 他见我犹疑的样子, 又说, 我若是帮你寻到你想寻的人, 你便教我都锅锅, 怎么样, 我想了想, 点点头, 外加五两银子, 少年愣了下, 旋即笑了, 好, 这一次终于轮到我开架了, 当天晚上, 阿兄就回来了, 饭桌上, 阿兄问我, 兰儿, 今日去寻我, 可有什么事吗? 我摇摇头, 无事, 只是阿兄半月没回来, 我和阿娘都挂念得紧, 他这才松了眉头, 摸摸我的头, 今日府里的管事来知会我的时候, 我还以为家中出事了呢, 日后若无事便不必去寻我了, 在门口啥等也累得慌, 我每半月会休暮一日, 到时我就会回来, 我心中一跳, 惊觉不妙, 竟然是管事, 去寻的哥哥, 什么人能拆使王府的管事呢? 突然想起, 从前听过的话, 本子, 也是乡下的黄毛丫头, 与王公贵族的风流运势, 我遇见的不会是静安王本人吧? 一口饭梗在喉咙里, 我差点眉觉过去, 阿兄拍拍我的背给我顺气, 怎么了, 好容易冷静下来, 我艰难开口, 阿兄, 嗯, 敬安王如今, 多大年纪, 阿娘一筷子敲在我头上, 疼得我呲牙咧嘴, 这也是你能问的, 越发没规矩了, 阿兄只是笑笑, 魂不在意, 阿娘, 不防是的, 王爷具体年岁, 我是不大清楚的, 总该是到了不惑之年, 你问这个做什么, 问问罢了, 我善笑, 心中却安定了一分, 王爷年过四十, 那少年瞧着不过弱贯之年, 怎么算也扯不上关系, 画本子就是画本子, 都是用来哄小孩的, 果然是我弄错了, 第二日再见到那少年时, 我便坦荡了几分, 深秋的天气, 他摇着折扇, 笑得脾气, 怎么样, 我说到做到了吧, 如今你也该履行承诺了, 我问他, 你是静安王府的什么人, 他眨眨那双狭长的桃花眼, 我爹是王府的管事, 寻个人那还不是水到渠成啊, 和阿兄说的倒也对得上, 想必是王府管事不成器的儿子, 我收了他五两银子, 就带着他去捉锅锅了, 乡间地头长大的孩子, 对这些都是手到擒来的, 不一会儿, 我就捉了一竹篓的锅锅, 抓出两只放到篮子里, 你知道为什么你逗锅锅总是输吗? 他摇头, 不知道, 因为你总是担心你的锅锅不够强壮, 每日里给他喂各种各样的吃的, 把他养得飙肥体壮, 可这样不对, 我直指篮子里的两只锅锅, 虽然体型细窄, 却异常凶悍, 锅锅吃饱了就会丧失斗志了, 可你若是将他饿上几天, 再凶悍的对手, 也能赢, 两只锅锅发了狠的撕咬, 不一会儿, 就只剩下了一只, 他若有所思地看了半赏, 转头就去了斗场, 第二日就精神抖擞地出现在我面前, 你说的法子果真有用, 小爷我昨日大杀四方, 我怂怂肩, 不慎在意, 斗锅锅这种游戏, 我小时候是玩腻了的, 只有这种富家公子才会兴致勃勃, 可他每每来寻我谈论这些, 我也不会扫他的兴, 一个有钱又脑子不好使的朋友, 还是值得教的, 日子似乎就这样, 不咸不淡地过了下去, 阿娘日复一日地试弄家里那两块地, 而我, 日复一日地卖我的小玩意儿, 闲暇时分陪着少爷山野乡间玩耍, 挣些外快, 可我也注意到, 阿兄休暮归家的时候, 神情一次比一次凝重, 那如墨的眉眼里, 也阴晕着疲态, 城里的小贩人人都说, 当今圣上时日不多了, 却还未曾立处, 怕是要变天了, 变不变天地跟我们这些生斗小民, 也没什么关系, 我唯一挂心的, 便是阿兄, 于是我问少爷, 若是拖了奴籍, 是不是就跟主家没关系了, 他爹是王府管事, 对这些户籍平弃的事情, 肯定比较了解, 我在城中做生意已经有数月, 再加上少爷指缝里时不时露出的碎银子, 我如今已然存了八十两了, 若是想为阿兄熟身, 想必是够了吧, 他转头腻了我一眼, 你是想为你阿兄熟身吧, 放心, 静安王府一时半会儿到不了, 若是真出什么事, 寻常奴仆, 熟身道也不难, 只是亲后的仆从, 怕是会被牵连, 阿兄是从仁牙子手中 卖身到王府的, 又不是从小侍奉王爷的小厮, 能有多亲后? 我心中放心了一大半, 又隐隐约约地开始同情起他来, 他爹是王府管事, 若是静安王府出事, 他肯定逃不脱, 若是王府, 那你怎么办? 他笑得舒朗, 若是我真的获罪, 你愿意替我赎身吗? 对着这样一张眉目清俊的脸, 我突然有些动摇, 让我没想到的是, 一语成衬, 第二日, 静安王府就获罪了。 阿娘听到消息心绪激荡, 气血上翻, 直接卧床不起了。 我请了大夫来, 给阿娘熬了要胃下, 又翻了翻家中的木匣子, 里面大大小小躺着一堆碎银子, 这是家中全部的家当, 连带着我的八十两, 一共一百二十两。 我揣着银子, 寻到了关押王府人等的狱中, 静安王府是以谋逆的罪名被积压的, 看得很紧, 我使了五两银子才得以进去。 昏暗的地牢湿漉漉地泛着水渍, 像是不见天日的泥潭。 我颤着脚边走边看, 终于在最深处瞧见人影。 一群女史婆子被关押在一处, 旁边的想必是家丁侍卫, 在旁边, 兰儿。 你怎么来了? 角落里传来一道轻烈的声音, 我扭头, 果然是阿兄。 阿兄从前仙尘不染的袍子如今浸了污泥, 发际也松了几分, 坠在鹅角越发显得俊美。 阿兄, 我今日带了银子, 我是来数你的, 我一定会带你回去, 我边说边掏着钱袋, 却被一旁的狱卒打断, 他不能赎。 他是静安王的幕僚, 如今谋逆也有他的罪名, 我凑过去。 他手中的极策上果然写着, 静安王府幕僚, 续秋。 阿兄怎么会是王府的幕僚呢? 狱卒大哥, 你搞错了吧? 我阿兄叫张松, 不叫续秋, 他不耐烦地推开我, 说了不能熟就是不能熟, 你怎么这么多事? 兰儿, 算了吧? 阿兄靠在墙上, 白皙的脸对着光激进透明, 像一只折颈的仙鹤。 续秋是我入王府时, 自己改的名字。 此事不可逆转, 你拿着银钱回去吧, 我丧气地站着, 几乎要哭出来。 泪眼朦胧间, 我对上了一双桃花眼, 来都来了, 总要带个人走吧。 我只指另一侧的清俊少年, 那他呢, 狱卒大哥白眼都快翻出来了, 那是静安王柿子, 你说呢, 我傻眼了。 阿兄也抬起头, 生平第一次露出了困惑的神情, 而缩在一脚的少年, 笑得肆意。 我到底是没能为阿兄赎身, 可好在静安王府处置的圣旨 还未曾下来, 因此一直被积压在城中的地牢里。 虽每日提心吊胆, 但索性暂时是没有性命之忧。 阿娘的病渐渐好起来, 没了阿兄, 她又变成一副古井无波的样子。 虽然未曾表现出来, 可我也知道她心中是难受的。 政变将至, 不仅上位者人人自危, 百姓也是极为惶恐的。 从前尚且还卖得出去几个草锅锅, 如今已经没有人买了。 于是, 每日里除了做些家里的活计, 我便会送些吃食去牢里。 阿娘叮嘱我, 从前阿兄说静安王, 对她颇有照拂, 如今是威, 我们也该报答。 所以, 每日里送去的吃食都是三份。 一份是阿兄的, 一份是静安王的, 一份冬去春又来, 就这般挨了三个月。 我冬日送棉衣, 春日送吃食, 银子也从一百二十两, 花得只剩下二十两食, 终于有了生机。 先帝驾崩之际, 传位秘址被送到地牢, 折服已久的静安王一举击溃了 仕途篡位的南安王, 荣登大位。 静安王继承大统, 静安王世子成了太子。 府中大大小小的仆从幕僚皆被放出, 可唯有阿兄, 迟迟没了动静。 从前的静安王府, 我便进出不得, 如今太子一嫁去了东宫, 我更是轻易见不得他。 我坠坠不安, 却又毫无对策。 一日夜间, 有人从窗台翻了进来。 他衣袍上细细地织着金线, 整个人慵懒又贵气。 你那日果真想数我, 我点点头, 又摇摇头。 他低头瞧我, 狭长的桃花眼底会暗不明。 我的确是骗了你, 可我若是不骗你, 怕是你连里都懒得理我, 要是他一开始就告诉我 他是王府狮子, 我八戒都来不及, 怎么会不搭理他? 毕竟, 我抱紧了这个大腿, 他也能罩着我阿兄, 甚至能直接放阿兄出府。 我只觉得他是话本子看多了。 然而, 我心悦你, 我内心毫无波澜, 只觉得有些想笑, 可我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 上位者连交朋友都这么屁腻众生。 他有些无措, 远景, 我叫梁远景, 我只问他, 你能帮我救出阿兄吗? 他点点头。 第二日, 皇帝竟然宣我进宫了, 我坐在进宫的马车上, 说不害怕是假的。 本来想着梁远景, 若是能求他父皇放出阿兄, 就已经挤好了, 却未曾想到圣上直接点名要见我。 等到宫门口时, 已经是一个时针之后了。 我是头一次坐马车, 只觉得头晕目眩。 圣上想见我, 一定是知道了我与梁远景的事。 虽然不是我诚心引诱, 可我到底是在人家的芳心里纵火了。 历来这样阶级不对等的姻缘, 强势方总是要巨傲一点的。 我已经想好了, 若是圣上说, 离开我儿子, 我给你五万两, 我就倔强又清冷地抬头, 我不要赢钱, 我只要我阿兄平安归家。 可未曾想到, 圣上开口就是, 你想做太子妃吗? 我手中的琉璃盏掉在地上, 砸得稀碎。 啊, 玉座上的男人和梁远景生着三分相的脸。 威言中又透露着一丝和顺。 他说, 静安王府彼时落魄时, 树倒狐孙散, 平日里结交的世家都未曾探望过一次。 可有个女娃娃, 三天两头地来送吃时, 远景日日跟阵吹捧, 你是如何超臣脱俗, 又在王府示威时浮威济困。 后来朕才知道, 你竟是续秋的妹妹, 还与我那傻儿子相熟。 如今, 静安王府已然无存, 朕既然成了九五之尊, 便要报答你当初雪中送炭的情意, 也合了我那儿子的心意。 如今, 朕不计出身, 愿意让你做远景的太子妃, 你可愿意, 我转头, 一旁侧身站着的梁远景耳阔飞红。 民女不愿, 圣上皱眉, 眼中悲喜不明, 旁人求都求不来的福气, 你竟然不愿意, 旁人既求, 便应该给旁人, 民女又未曾求过, 我笑笑。 圣上既说, 念着我曾经在狱中绵薄的恩情, 如今为何又要唐突赐婚? 民间报恩, 皆是看恩人想要些什么, 圣上又何曾问过民女, 一事寂静, 真落可闻。 阿兄说过, 静安王为人宽厚, 我如今出言冒犯, 便是在赌, 赌那一份人心。 半晌后, 梁远景几乎都要跪下为我求情时, 玉座上的人才终于开了口。 那朕如今问你, 你想要些什么? 我只想我阿兄平安归家。 我说出那句早已吞吐良久的词句, 他却笑了。 你阿兄从前是静身了的, 如今就算是朕允他归家, 又能如何? 即便是叙秋有京士之才, 也走不了科举路了。 但朕如今云你的, 是太子妃之位, 日后便是母仪天下的皇后, 你可想清楚了, 上位者连报恩, 都带着赏赐的味道, 仿佛我不接受, 就是不识时务。 我却只是恬静地笑。 民女未曾念过书, 却也知道瑕不掩鱼, 我阿兄便是一块举世无双的宝玉, 即使有了残缺, 那也是旁人的过失所致, 并不是玉本身的错。 静身了又如何? 走不了科考路又如何? 民女只知道她是我阿兄, 是血脉相连的至亲。 我阿兄是顶好的儿郎, 从前卖身也是为了给我治病。 即便不走科考路, 即便我不做太子妃, 我们也能过得很好。 从始至终, 我求的就只是一份平安喜乐, 我目光灼灼地与她对视, 两久后她摆摆手。 振允了, 临出宫时, 梁远景追了出来。 你当真不愿做我的太子妃, 她的眼睛其实生得十分漂亮, 不笑时也似笑, 多情又风流。 可此时, 却平添了些悲凉。 我攻了身子, 世家大族的名门闺秀, 想必是尚感着想做太子妃的。 太子又何必为难我呢? 他抓住我的衣袖, 眼底阴晕着雾气。 从前我们在田间斗锅锅。 在山间摘果子, 在, 我正脱开他的手。 太子殿下, 你如今早就不斗锅锅了, 不是吗? 曾经顽固肆意的少年, 终究是陨没在暗无天日的地牢, 和中古巨名的册封大点上了。 少年未曾抓住夏日的禅鸣, 我却得偿所愿。 阿兄当日便归家了。 后来, 我才知晓, 原来那日在宫里, 圣上只是在跟阿兄打赌。 若是我答应了做太子妃, 阿兄便要留在宫中继续做圣上的幕僚。 而如果我拒绝, 阿兄便能脱级归家。 所幸我选对了, 虽不能走科举路, 可阿兄一身才学, 倒也不怕埋没。 他在城中开了个书斋, 因是圣上曾经的幕僚, 不少人慕名前来。 文人默克与阿兄谈古论今, 而那些世家小姐, 则是面色飞红地躲在一旁偷看阿兄。 有男子提醒他们, 我阿兄是个太监, 却被骂得狗血喷头。 明珠便是蒙了尘, 那也是明珠, 岂是榆木可以比的。 叙秋公子即便从前进过身, 那也比你们这些日日 流连秦楼楚馆的阿渣祸色, 来得出尘脱俗, 听到这些话时, 阿兄正在整理圣上送来的牌匾, 上面洋洋洒洒地写着三个大字, 竹梨馆。 他仰着头, 眉目疏朗鼻若玄胆, 俊美异常。 兰儿, 嗯, 我转过身, 睡眼惺忪。 听说, 太子不日便要迎娶太子妃了, 是王侍郎家的千金, 他殷切地瞧着我的表情。 我只是笑笑, 挺好, 门当户对, 家偶天成。 这才是好姻缘吗? 哪里就像话, 本子里似的, 乡下丫头配王公贵族。 不切实际, 我魂不在意地转头, 低头打哈欠的时候, 有些东西掉落出去, 落到地上, 竟染出星星点点的水渍, 却又马上消失不见, 就像是我曾一闪而过的动摇。 这不知青日。 那么, 再滅迷出来的良会。 这不知弃的良会。